- 股票市場千奇百怪見怪不怪 我是古怪教授謝承諺 歡迎收聽台股怪談 節目一開始邀請大家我的LINE 小老鼠GP520 有任何想討論的議題 或想特別關注的產業 都歡迎LINE我跟我私訊討論 這個禮拜要公布非常重要的一個數據 叫做美國消費者核心物價指數 英文是PCE 這個數字的公布會影響到 聯準會升降息的一個態度 所以這個不確定也影響到 市場對於股價的一個買賣的一個意願 不過我們看到亞馬遜跟特斯拉股價還在創新高 可是有一個比較值得關注的是美光 美光的這個展望呢 雖然合乎預期可是盤後股價既然大跌7% 而輝達的股東會看來沒有新亮點的情況下 盤後股價也下跌超過1% 因此拖累了美股三大棋子的電子盤走落 看來國際資金對於美股有一些些保守之外 也持續撤離亞洲市場 包含台股的部分 除了台幣持續走落之外 現貨也持續的賣超 包括期貨的空單也增加到2.5萬口 所以也影響了台股今天的走勢 台股早上一度跌超過200點 那資金轉往非電族群 接下來能夠繼續投資的主軸跟方向會是什麼 從昨天開始我們幫大家追蹤的綠電跟生計 也有資金的點火 詳細的操作細節 我們今天節目進一步再跟大家討論 那今天邀請到是我們的好朋友莊佳穎分析師 老師好 教授好 大家好 佳穎老師參加經濟日報的選鼓比賽 哇 拿到八屆冠軍 這個實在是非常驚人的一個紀錄 那因為今天我們在看整個 電晶全值股是全面回檔 好 那台股失守時日線 因為過去大家在短線的操作上 通常會以時日線 來視為一個多空的一個觀察 不過今天我們看到一個非常重要的 這個指標就是紅海 既然領先翻紅 那貴買也開地走高 我們先談一談紅海好了 紅海的部分老師你怎麼看 為什麼在大盤下殺的過程中 全資股的表現相對比較疲弱 外資也在賣超台股 為什麼紅海既然可以開地走高領先翻紅 因為最主要的原因我認為說 其實台股在震盪的同時 我覺得有多元題材的股票 會成為逆風的族群 那像是紅海本身就是一隻 非常具有多元題材的概念股 多元 對 像是AI45C的部分 它獨家的供應了這個 所謂GB200這個機櫃 那機器人的部分也有跨足領域 除了機器人跟AI45C的部分以外 它還有iPhone的這個16 哇這個應該是大事 對這個泰幻機潮啊 那緊接著其實我們知道說昨天的特斯拉是大漲的 那紅海其實也跨足了電動車的領域 對 大家別忘了紅海的那個 那個新的那個電動車車系 嗯沒錯 所以其實紅海這一檔多元題材的股票 就可以讓它的股價撐在高檔區 那其實其他的全資股休息就換他表現 那除此之外我們知道說最新外資的報告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就是其實它上調紅海目標價有機會到375塊錢 已經調這個原本不是大概在227 它現在已經一口氣調到370了 沒錯啊 因為它現在大概在210塊錢附近 其實還有很大的空間 原來如此 嗯 好那另外早上好像紅海也有一個重磅的訊息 對啊 對 那這個重磅訊息我剛才特別看了一下這個新聞主要是 它也要切入這個CPU 沒錯 所以這個是不是也是一個利多 我覺得是一個大利多 因為我們知道一件事情呢 就是紅海其實它有轉投資一支股票叫訊星K1 訊星K1 那持股比重大概有60% 是 那訊星其實是一檔還蠻純正的CPU的股票 對 所以其實紅海除了剛剛說的 AI伺服器 機器人iPhone16跟電動車的題材以外 又跨足了CPU的領域 那它的多元題材包裝之下 讓它的股價就可以上工 好 那當然多元題材帶動紅海今天的這個開低走高 包含GP200 機器人 電動車當然更重要iPhone16 甚至連這個CPU的部分 CPU其實跟 未來它的伺服器就會有更多的一個加分 那既然整個紅海的目標價也被拉高到370 有沒有可能會是拯救台股的這個非常重要的一檔成分股 我們後續持續觀察 那等一下繼續再會再請教這個嘉莉老師 他剛才提到的CPU的部分 不過我們先來看一下航運 因為今天大家特別關注的是今天長榮的除息 因為今天航運股整體表現也不錯 那這一次長榮是配發現金股息是9.965 現金殖利率4.96 那因為從基本面來看 第三季還是會進入歐美的傳統旺季 而且現在整個海運業 幾乎大家都在搶賺這一個高運價的利多 那7月運價還會維持在6月的高檔 海運市場目前的變數是紅海危機 可是目前看起來也無解 對啊 即便緩解也不可能馬上恢復這個秩序 所以高運價應該有機會持續到年底 所以今天的這個長榮除息所帶動的整個航運股的上漲 嘉穎老師你有什麼樣的觀察 我認為說航運股在這個地方就像教授說的一樣 其實雖然說未來會讓這個運價位置在高檔 但是我覺得大家其實默默的遺忘一個族群了 就是除了航運以外的航空股 航空股 為什麼你會這樣說沒有錯 今天當然海運也漲航空也漲 可是為什麼你會從長榮這邊你會去 要我們去關注航空呢 因為我們知道說其實運送貨物的部分 有分這個陸地運送嘛 海運運送跟空中運送嘛 那我們知道說其實暑假旺季快要到了啊 對 所以我剛剛有提到雙題材的股票就會變得很強 對 所以你看其實海運的股票其實只有一個題材而已 就運價 對就只有跟著報價走嘛 可是長榮航不一樣 今天可以逆勢大盤再創新稿的原因 其實也是因為它具有雙題材的加持 對 那我們知道一件事情就是 AI帶動相關的電子產品的需求 包含了晶片跟電子儀器必須要用運送的部分 那既然這個運價在海運這個部分 就是持續維持高檔 那反而就是說有急迫性的人 就會把這個訂單移轉到航空上面 是所以長榮航就變成AI概念庫 變成既跟AI搭上編以外 它還有這個所謂的這個暑假忘記的題材嘛 我們知道說解封之後 其實大家陸陸續續的最近都想要出國去玩 沒錯 對 所以其實它的這個基本面非常的好的情況之下 當然就激勵了股價 是呈現一個上工的態勢 那我們知道說長榮航空啊 近期投信持續的在做琢磨的動作 可是長榮的部分卻是在賣 甚至買也只是買很少了 兩個反而是相反的 所以變成你說長榮有運價的利多 可是內資的法人卻在賣 對 那長榮航的這個利多很明確 投信也在持續買超 所以大家不妨思考一下 就是說這個運價的一個利多 會不會持續的反應在航空股的一個身上 那另外我們特別觀察到 剛才我一開始就講到貴買指數開低走高 所以接下來我們想繼續問一下嘉穎老師 就是現階段來講貴買是領先大盤續創高 而且剛才也提到了長榮航也提到了投信 那沒有錯投信第三季的新布局會不會比較琢磨在小型股 我認為說還有蠻大的機會的 像剛剛說的其實長榮航的部分投信默默在進場 今天就創新高了 那其實富貴50的指數成分股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全球電子龍頭的電子紙大廠的元泰 元泰是在收手的部分 對然後威剛的部分記憶體的部分 還有盛匯的部分是COAX的相關的股票 還有6488的環球機 其實在這個地方還表現得不錯 對所以我認為說 其實我們現階段的選股策略是選小不選大歸主軸 好所以這樣整體看起來 嘉穎老師對於整個股市的一個看法 雖然相對保守 因為特別提到了鴻海的部分 然後也提到了航運股的部分 然後再來重點是貴買的部分特別提醒大家 像元泰、威剛、聖輝、環球晶這些股票 在有買盤的進駐之下 反而相對大盤是強勢的 那剛才一開始 這個嘉穎老師有特別提到了多元題材 那我們也特別 從昨天就幫大家再追蹤綠電的部分 那綠電相關的個股 今天也表現特別的強勢 這個部分等一下我們跟嘉穎老師來探討一下 這個會不會是接下來我們操作的重心呢 歡迎大家再度回到台股怪談的節目現場 那邀請大家叫我的LINE小老鼠GP520 在節目當中任何談到的議題有興趣討論的話 都可以在LINE跟我分享 或是你想聽什麼樣的一個主題 對你的這個投資會有幫助的議題 都歡迎在跟我討論 那今天呢我們邀請到的是莊嘉穎分析師喔 他是經濟日報選股比賽八屆冠軍喔 是最年輕的選股冠軍的紀錄保持人 這個其實相當的不容易喔 那所以我們今天當然就邀請嘉穎老師 來繼續跟我們探討產業啦 選股方面的一個議題 那最近國際大廠都來台灣要設置這個資料中心 那當然就變成電力的需求變得快速的一個成長 所以最近大家也知道用電這個部分變成是很重要的一個議題 那綠能呢電力相關概念股就表現相當的強 尤其是最近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像雲爆能源喔 5個交易日喔既然能夠大漲超過50%喔 那可是我們又看他5月份的EPS是虧損的 那今天表現還是很強 那接下來我們到底應該怎麼樣看綠能這一塊 因為我們從昨天喔 我們就開始在節目當中跟大家追蹤 分享綠電這個族群 果然今天表現都是相當好 而且整體的表現相當的整齊 在這當中我們可能先請嘉穎老師也幫我們解析一下 從產業面怎麼看 然後接下來有什麼樣值得關注的重點股票 好那我們知道一件事情 就像教授說的一樣 其實各大廠就是要來台灣建設資料中心嘛 那帶動電力的需求爆發式的成長 那其實輝達也是其中之一喔 那輝達要在台灣建設超級電腦的 運算中心和研發中心 對電力的需求暴增 那目前已經有消息指出 他會向三檔公司去做購買綠電的動作 你說輝達他要來設資料中心 對 然後他直接點名說 我要跟這個這個這個 對 那這不是報名牌嗎 市場上有在傳啊 就已經有消息出來了 哇 包含教授剛剛點名的雲爆能源 雄德能源跟聲威能源 那其實大家都不知道說 欸這三檔股票到底在做什麼 那我大概介紹一下好了 那雲爆能源啊 他可以短短的在六個交易日裡面 噴到43%列入注意的股票 很多人覺得很奇怪 就像教授講的 欸五月份的這個美股是虧損的 但是為什麼他可以漲 其實大家都落實掉一個重大的訊息 好 就是他的卷資比衝破47% 卷資比喔 那卷資比其實 如果大家 呃 了解的話就知道 嗯 卷就是放空嘛 對 對不對 融資是看多嘛 卷資比高代表大家是看壞這檔股票 沒錯 所以是不是醞釀 就有機會醞釀一個大家看他不爽嘛 他都賠錢嘛 賠錢的你還漲那麼高 我去放空 我去放空 每天放空每天漲停 每天放空每天漲停 就一路推上去 這是一個軋空的概念 對 除了這個軋空概念以外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是什麼東西 因為我們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輝達購買綠電 這個消息出現之後 真的就是這個題材持續的發酵 他本來是從成交量沒有很大的這個股票 變成成成交量非常高的股票 對 所以在這個地方量滾量就越滾越大 那我們知道一件事情 其實他除了有在做這個工程的部分 還有發售這個電的憑證 那2023年的這個上半年 銷售6.2萬張的太陽光電的憑證 他是全球銷售的農頭No.1 市佔率高達27%之多 所以其實他是這個第一個被點名 有機會跟輝達合作之後就可以長成這樣 那他長成這樣之後 當然會有所謂的補漲效應嘛 那他既然雲爆已經上去了之後 緊接著就是換深微能源表現 所以你可以發現到一件事情就是深微能源的這個 剛剛說的這個雲爆能源 其實今年預估EPS是8.77元 8.77元 那其實明年預期有機會到9塊錢 9塊錢 那以他現在漲這麼多去估算 其實本益比還在20幾倍左右 那相對這個深微能源的部分 本益比也是跟雲爆能源差不多 但是因為雲道門也先漲了之後 深微能源被帶動起來 那深微能源跟這個雲爆能源不一樣的地方是在於 深微能源它這個主推的是這個離岸風電的部分 離岸風電喔OK 那我們知道一件事情喔 這個離岸風電的這個 那個水下基礎建設是市集剛剛在做的嘛 那他最近有一個這個消息告訴我們說 台電二旗的風電在6月21號 深微能源的子公司的這個保衛海市的工程 自行打造400噸的這個重吊船的巨人號 已經順利的抵達台灣 即將開始施行 所以就變成是 水下工程這一塊 那他這個這個重吊船 要把他這個水下的這個移過去的話 就必須開始任列他的收益 所以2024年預期 今年可以任列43%的工程款 那這個工程款 其實統發工程有538億 那今年可以 貢獻大概43% 也就是大概231億左右 所以可以發現到一件事情 2023年的營收是113億 結果到2024年可以成長到250億 那他當然營收成長翻倍 股價當然就有機會翻倍了 喔 所以光從雲爆跟深微 我們已經看到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趨勢 就是 輝達來蓋資料中心 第一個他一口氣點名了 當然目前是市場訊息啊 就是說 雲爆 紅德跟深微 然後我們從雲爆身上 我們所看到的一個是 雖然你去看五月是虧損 可是今年卻有可能大賺 對 這等於不只油虧轉贏喔 而且是油虧轉大賺喔 那這樣的現象 也可能發生在深微身上 因為離岸風電這一塊 今年會開始大量的任列營收啊 喔 538億的43% 這樣今年應該整個營運獲利也是大爆發 那深微的部分 那個 紅德的部分呢 好我們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紅德能源的部分啊 其實他2023年 綠電簽約量超過18億多 年增率近10倍以上 全台灣轉工具點超過600個 是目前台灣綠電三雄之一 受電成長動能最強的股票 所以你可以發現到一件事情 其實是大家 在這個地方都可以發現到 欸 既然這個深微跟雲爆都大漲之後 紅德能源也動起來了 他陸續的在慢慢的在發動 是 所以可以看得到齁 現在接下來綠電 如果是一個長期的趨勢的話 我們可能要把未來他的獲利 當成是現在股價驅動的一個力量喔 這個部分很重要 那剛才一開始我們特別提到的 這個紅海的部分喔 講到他 講到第一個是多題材嘛 然後第二個是他 他投資這個訊心啊 訊心就是CPO 對 那因為昨天其實我們 我們在節目當中也特別 這幾天我們的節目當中 就特別提到的 COWAS跟CPO這樣的一個議題 那當然我們也順勢再請教一下 這個佳穎老師喔 因為他對 COWAS跟CPO這個議題 也相當的熟悉 那所以這個訊心受惠CPO的話 像類似這樣的一個題材 是不是可以持續的關注呢 我覺得可以持續的關注欸 因為台積電已經告訴我們說 北美技術論壇要整合COWAS 導入CPO裡面 那現在其實 鴻海又要跟訊息密切的做合作 那剛剛有說 鴻海轉投資訊息有60%的股權 那現在他又要強化CPO的部分 對 所以我認為說CPO真的是 未來一個非常明確的一個趨勢跟方向 那這個部分有什麼值得參考的個股 可以跟我們分享嗎 有啊像是3450的聯軍 聯軍的部分我們可以發現到一件事情 其實之前跟教授的專題有 就有做到說 CPO大部分的股票是賠錢 之前其實佳穎老師來我們節目 就深入探討過CPO 其實COAS也談過 對對對 那其實CPO大部分的股票是虧錢 就連訊息QO還是付的嘛 那有一支股票是35年的聯軍 他終結了聯武技的虧損 今年的Q1順利的轉虧為盈 那他也是CPO的一檔 非常具有潛力的轉機題材股 那剛剛有說如果一個股票只有一個題材不夠 那其實除了CPO以外 他還有這個網通基礎建設計畫這個題材 那拜登其實之前就有說 目標要在2030年讓所有的美國家行動 實現快速的上網動作 甚至要提拨420億的美元 相近1.3兆的台幣要推行這個政策 所以那既然大型的資料運算中心都要來台設置 那其實聯軍也打入了這個 光收攤模組的資料中心運算部分 所以他既有CPO也有跟AI的部分也有關 所以他的股價就一發不可收拾 持續的噴出創新高 那今天的大盤回檔他也是逆時大盤 那COWAS的這個題材也有值得關注的嗎 有啊像是2486的一拳 我們知道說一拳的部分 他其實跟工研院合作這個相變化水冷散熱技術 成功而開發千瓦及高強度的散熱元件 直接貼附在高效能運算晶片的表面之上 那他這個技術是全球首創的技術 全球首創 甚至他的這個散熱技術是超越目前散熱技術一倍以上 那他又打入了這個輝達的供應鏈 那又切入了COAS的部分 所以未來有機會取得 英特爾跟超微的這個訂單 所以他的股價其實就是散熱裡面 算是非常強勢的股票 好那今天這個佳穎老師特別 幫我們深入的分析了大盤的一個狀況之外 也提醒大家長榮行 那也談到了這個綠電的部分 像雲豹 宏德 深威也都有深入的一個點評 另外多題材的部分 像一拳跟聯軍等等 也跟大家分享了詳細的內容 當然這部分的資訊呢 相當的完整 可是我擔心說我們的這個聽眾朋友們啊 你在開車或上班沒辦法詳細的做筆記 所以我就請佳穎老師把這些資料放在他的LINE上面 那佳穎老師的LINE是小老鼠 WIN就是WIN1788 小老鼠WIN1788 WIN是WIN 就是贏家的這個WIN WIN1788 那佳穎老師呢 不只會把這些資料完整的成理成筆記 放在他的LINE的這個首頁之外 也會持續幫大家追蹤這些個股的變化 持續跟大家分享 所以務必加入佳穎老師的LINE 而且持續的鎖定 那如果想要複習今天的節目內容 也歡迎到YT頻道 搜尋小老鼠STOCKHOT 持續的重複觀看 那也謝謝大家今天的一個收聽 我們明天再見 謝謝大家 掰掰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